桃素仁親自秀出影片 領先的隊伍明明就沒有躲紅旗成功 主辦單位卻認定他們是第二名 讓其他隊伍大喊這比賽根本不公平 指揮一下 全體成員通通滑起船槳 全速前進 二十四號在彰化鹿港 舉辦一場國際龍舟賽 所有隊伍都相當努力 想要拿下冠軍 不過比賽過程中卻爆發爭議 在參賽的過程當中 遇到有各種包庇跟各種不公 我們在大會手冊上的認知是 你只要有躲旗的動作 對 才算完成 我們是第四艘 發生爭議的就是出賽中的第二水道 因為他們只有船身撞到旗子 手並沒有真的抓到 但主辦單位卻認定他們有成功奪標 讓其他隊伍相當不滿 因為鹿港是傳統龍舟的比賽 他認定就是奪標 那如果說他這點沒有很明顯的是沒有奪標 可是他還是算他成功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覺得非常不合理 所以提出質疑的地方 投訴的龍舟隊為了比賽密集練習兩個月 但辛苦到最後卻未能晉級 反觀對手在出賽就有爭議 到了最後還拿下第六名 這口氣讓他們怎麼都吞不下 我們只要說那個我們那個福桶 跟那個標桿 只要說那個旗子有離線 他那個計時器的成績就會馬上出來 有八個裁判都一致認為說他是有效的 主辦單位出面解釋 採用科技輔助判決 比賽結果沒有問題 只不過突然改變傳統奪標模式 也難怪讓其他落敗的隊伍心聲不滿 靜新聞車道會賴文中 吳國一戀志豪才能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